這是最有名的一個所謂的比賽 藝術比賽 那麼我們在施喜堂的這個大同盟呢 在15世紀初由佛羅倫斯的羊毛工會呢 決定了要來舉行 要做一個大的青銅門 那麼最後的比賽剩下兩個 最後的Final 那麼在右手邊的是Gilberti 在左手邊的是Bruneski 兩個被視為都是得獎者 但是右手邊的Gilberti是執行者 也就是他是實質的獲獎者 那麼Gilberti繼續成就他的雕塑的名聲 Bruneski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開始進行了他的所謂的建築的事業 Bruneski利用的Gilberti是有關的 Bruneski利用的Gilberti Bruneski利用的Gilberti